这场我来做最后的这个一盘的附加赛 以次的成绩取得胜利 特别突出的特场技术 在比赛当中的体现的不太明显 三一呢 对了斯拉哥反手发力 漂亮 好球 斯拉哥的反手是他的优点 我们现在看到这两个反手远台这么反拉 两板反拉 反刀不老 那这个你看 本来你看质量挺高的 反拉 只要他腾出位 也没有意思 现在双方打成9比9 反手发力 这个球很珍贵 现在开局是5比1 对 那接着就是斯拉哥是第三人了 其他都是在这个中国队上 快挂拍了到那种状态 这个就是这样 其实每一个人都如果说你还要追求的话 你要调整 调整了以后 这个马上上来 因为这一面有两个问题 好球 这把球张雨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位置 也就是起了个大凿 根本没有拉出劲来 其实也没必要拉 太勉强 反拉技术 反手的这个防转弓的技术 我觉得比以前有一个质的得分 这也是一个新的技术的发展 好球 那又是一板 斯拉哥反手 在防手的 在这局比赛当中 现在斯拉哥逐渐的把比分拉开 这是一个运气 时间段 这一球漂亮 斯拉哥自己也在提醒自己这个落 所以直接往枪口上撞 7比8 8球出台 张雨接着拉 8比8了 3 5 4 5 5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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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漂亮 这个球打得非常尽力 这个球尽力了 好球 好的 这阶段 我抢的那个 胡叶的那种感觉已经有了 最后面的球 漂亮 好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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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侧身的时候 拉到了板边 好 好 好 漂亮 好 这漂亮 这球 高的质量 所以这个球还是被张玉呢 反手欧洲一战 那么每战比赛呢 有两个回合的教练 同时呢 每次呢 都是有五场单打 有不同协会的五个运动员组成 后面赶不赶出手 五 - 三 - 拍不出 - 拍不出 - 拍不出 - 紧张 - 他有点想法 - 手有点硬 - 然后 - 手有点硬 - 拉起来 凡是凡了 哎呦 这阵球 专业确实不错 手到擒来 好 十比七 如果造成这个形式下去 我看到他今天一直在追一号面 追一算 很着急 对 完了 十比七 这样 张玉拿下了 亚洲民进队的最关键的一分 这样双方呢 在总比分上就打成了5比5平 接下来